男女行员是最复杂的事情,不少人问婚姻的事情,其中就问到了断头婚,一,前几天和妈妈一起去给我们两个生辰八字算了下,结果说,我们龙和兔属于断头婚,半路夫妻, 一,不能在一起,我听了后好郁闷,请叫怎么办,二,老丈人说,我和女朋友断头婚,我想跟我女朋友结婚,请解释一下什么是断头婚,有没有可以破解的方法,三,我是属兔子的,我对象是属龙的,据说这结婚了就是断头婚,可是我爱他,并且也准备结婚,可父母反对,我听家里人说,这就是断头婚, 在我心里想,断头就断头吧,只要我俩能在一起,死了我也心甘情愿,希望帮我出出主意,属龙的人最忌讳两种属相,一个是兔,一个是狗,有一个案例,男属龙,女属兔,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三年分手,结婚的时候,就已经有人提醒双方的老人了, 说是属相不合,当时还找了破把,可还是离了,从中国命理学来看,属相不合确实是存在的,老祖宗留下来的几千年的东西,没有一点道理会传下来吗? 上述几位朋友,建议,倘若你们感情真的很深,我想你们双方的老人是不会强行拆散你们的,也拆散不了,但你们就要付出很多的努力,要学会包容对方, 当然,最好是合合八字,看你们命理,有无婚姻煞气,缘分何在,如此才能化腐朽为神奇,龙兔婚断头婚,是不是大部分龙兔婚都不好呢? 为什么很多的人都这么说,他的来历如何? 下面就简单说说,断头婚,又为穿心六害,是根据属相的冲合来看的,只夫妻二人出生的本命年相害的婚姻,滋味,愁舞,银寺,宝尘,深害,有数六种组合的婚姻,即是断头婚,关于属相的冲合,介绍过很多,从来白马怕青牛,杨属相逢,一旦休,蛇见猛虎如刀断,朱玉元侯不到头,龙逢吐而云端去, 金鸡剑犬类交流,另外,命理学还认为,女命行驾大立月,正习迎鸡兔,二八虎和猴,三九蛇共诛,四十龙和狗,上述这些都属于是断头婚, 数相的冲合是数相与五行相生相克之间的关系,演变成数相与数相之间的相生相克的现象,另外,坊间至今还流传着一些生相婚配禁忌的谚语和歌谣,比如,龙虎相斗, 必有一伤,龙虎相斗,必定短寿,两只羊,活不长,两虎不同山,猪猴不到头,白马怕轻牛,鸡狗不一家,鸡狗相配断头婚,青龙克白虎,虎鼠不结亲,白马怕金牛,鼠羊不到头, 蛇见猛虎如刀错,猪见鹰猴泪长流,子鼠见羊万年愁,不叫白马见轻牛,虎见四蛇如刀割, 兔子见龙不长久,有鸡不与犬相见,害猪不可见猿猴,自古白马不配牛,羊鼠相配,一旦修, 金鸡不与狗相见,青龙见兔类交流,猪猴见面如刀割,虎蛇相配不到头,蛇配虎,男客女,猪配猴,不到头, 兔见蛇如刀割,白马怕青牛,乌猪怕猿猴,蛇怕猛虎如刀断,羊鼠相逢,一旦修, 黑狗不能进羊圈,更及剑犬类交流,陈子身即蛇即牛,四有丑记狐马狗, 云武须记猪兔羊,害猫未记龙鼠猴,朋友们肯定关系如果是断头婚, 有无化解方法呢?当然有,化解方法如下,供朋友们参考,第一化解方法, 选取三合本命年的即日结婚,如马虎人与牛丑人结婚,选代四,有,银, 数当值的即日结婚,第二化解方法,选择三合本命年的人, 做伴郎或伴娘,如属牛丑的找属蛇,四,或属鸡有的伴郎或伴娘, 属马,五的找属虎银,或属狗属的伴郎或伴娘,第三化解方法, 在床头摆放三合本命年的一种生肖事物或巨蟹座, 五,丑夫妇,四,银相,子,魏夫妇,身,卯相,四,银夫妇,五,丑相,有,树夫妇, 四,五相,陈,卯夫妇,子,亥相,身,亥夫妇,子,卯相, 第四化解方法,选择三合本命年的时间生育,五,丑夫妇,四,银年,子,魏夫妇,身,卯年,四,银夫妇,五,丑年,有,树夫妇,四,五年,辰,卯夫妇,子,亥年,身,亥夫妇,辰,未年,特别提醒, 一,上述化解方法只是共性,即相对属相六害婚姻的化解方式,可作为一般参考,二要真正的化解, 还是需要详细分析男女八字,以便找出真,正内在的婚姻煞气,才能对症下药, 三,如果你情缘不好,财运不忘,婚恋出问题,那么请务必记住,条理适应道理, 风水就在我们身边,八字算命,首相面相,婚姻爱情,事业,财运,风水法事, 曲及避凶等,师父微信,193268039 哦